彰化縣有一對夫妻 在今年上午一同從社頭出發登山 當中一名57歲的劉姓富人 在爬山途中不慎失足滑落了50米深的鞭駁 消防局接獲報案 趕到了現場將人救起 但富人傷勢太過嚴重 宣告不治 警方目前持續調查事發原因 應該只可以從這邊下棋 接獲人員接獲一名南登山客通報 趁他的妻子不慎抵落山谷 到場確認地點後 假設邊坡陀拉系統 沿著山壁垂降至50公尺深的陡坡 然後目前的身子剛好接近45米左右 救護人員發現 劉姓女登山客頭部有撕裂傷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還是先將人拉上平面道路 收救下去了 OK 我看到了 搜救途中甚至還有落石滑落 因為現場小路陡峭 又是沙子路面不便行走 種種不利因素增加搜救難度 九南的地方是 一來是沒有什麼拖拉空間 操作空間也很小 我們的救援的人要做定位會比較困難一點 這對福奇登山客 從彰化社頭出發登山 往民間鄉部下村 山進小路行走攀爬 57歲的有姓女子 在接近尾端的陡坡時 疑似失足不慎滑落山谷 她的先生在13號上午10點多報案 救護人員在下午2點多將女子救出 但她傷重身亡 警方目前持續調查事發原因 記者彰化南投綜合報導 我們cale就遇到了 看到 救助人員在下午三次的